卢谷乔事变爆发后 日本全面开启清华战争 在战斗初期 日本凭借先进的装备势不可挡 这时正面展开的太原会战 松沪会战均以失败告终 为了在敌后战场的生存能力 我国八路军游击队开启了一些麻雀战 地雷战 地道战等作战方式 这些战畜虽然不能影响 左右正面战局的局势 但是在敌后形成的骚扰和牵制非常有效 特别是地道战 让日军无从下手针对 这也成了我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典传唱 要说到地道战有多牛 那绝对可以用刀枪补入 百毒不清来形容 而这强大的根源源于 整个地道系统的庞大和系统化 有句话说得好 单个地道 掩体 雕宝再厉害了只能叫做坟 而地道战的网道系统 连接着附近多个村庄和城镇 总长度达到10公里 由于内部空间佐温大 可以相互转移 所以只要日军没有在同时摧毁整个地道 那么地道战的有生力量就能得以保存 要摧毁这样庞大的网道系统 到底有多难呢 可以说就算现在的日军来办 都没有这个能力 因此地道战也一直能在敌后存留 就是这个原因 有人想地道内部空间狭小 如果日军丢于手雷 是不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地道内部并不是直线设计 所以只要拐一个弯道 地雷就完全没有杀伤力 即使手雷炸塌了地道 只需要一柄钢铲和几块木板 花不了几个小时就彻底修复了 日军根本就无可奈何 其实别说手雷 就算是水攻火攻毒气等招式 日本人能想到的几乎一一都用过 但是地道内部都有相应的防御措施 均见招拆招 这样庞大的容错率别说过去 就是放在今天还能发挥战斗力 从田 volumes电溜 快要使人咱们 用